好 那個中國二十大這個十六號召開了 就是禮拜天 那習近平做了報告 那報告這次比上一屆五年前短很多 大概不到兩個小時 那大家知道這個二十大的大戲 大家看什麼 第一個看人事 第二個看政策 那其實坦白講 人事決定政策 人事就是政策 但是人事都在習近平的這個大的黑箱裡面 大概看起來要到下個禮拜一的時候 才會揭曉 揭曉什麼 就是這個政治局的這個常委 二十五人的這個委員的名單 跟七常委或甚至有可能說是九常委 但最起碼以上一屆來講 是七常委的名單等等 那我們現在看那個政策 習近平照說中國經濟面臨的巨大的挑戰 在疫情之下 在整個全球的通膨 經濟可能下滑 二屋戰爭 能源危機等等 非常大的可能性 這個整個應該 大家預期的是說 在疫情過後 什麼時候結束清零 要開始改革開放 要開始這個經濟上要開始起飛 可是你看到他的報告裡面 他談到什麼供給車改革 這個雙循環不是沒有談 一兩句話而已 大部分講的都還是什麼 安全這個鬥爭 這些主軸 你就可以看出來說 反而跟你想的 以經濟發展 接下來把發展經濟作為施政的 主要方向的那個看法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當然會反映什麼 在中國也知道 現在他面臨的問題 不管是中國內部的結構性的問題 看起來很多財政的問題 很多金融的問題 很多經濟的問題都很難解決 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時存在是他跟世界各國的關係 搞壞了 這個搞壞了 他就由自取 過去這五年來跟歐洲的關係搞壞 跟日本連跟韓國關係都沒有搞好 跟美國關係急轉直下 跟英國也是如此 換句話說 中國這幾年來跟世界各個主要的國家 各個不同的區域 都的關係都越來越差 看起來要修復 要改變關係的機會也很少 所以這個時候中國現在想的事情 很顯然就是說自給自足 我們要建立自己的供應鏈 在科技上科技脫鉤 剛剛主持人講了說 這個晶片法案 其實這個從晶片法案到最近這一波的 美國商務部新出的出國 管制這個改革法案下面執行的 這個所謂的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說要end user最終產品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所有的機器設備 所有的材料製造周邊的產品等等 你只要的最終是用在製造 會賣給最終使用者 是中國的那樣的東西 你都不能出口 一定的產品 一定的科技相關的產品 而且這個名單 這個list還會在擴大當中 所以大家看到現在很多東西 本來可以做的不能做 可能本來賣的機器不能賣了 那接下去 中國的科技發展會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 所以我說這個是美中科技脫鉤 徹底脫鉤解煉的最後一理路 其實一八年五年前四五年前 大家就知道 可是大家想說 大概這個時緩時機 這個抓大放小 不會這麼嚴重 可是現在看起來 就跟當初我們預期的一樣 現在已經走到最後一理路 就是徹底脫鉤解煉 那中國知不知道 知道怎麼辦呢 所以現在看起來顯然經濟發展 這個國際民生 不是他的主軸 怎麼樣維持他的這個國家的戰略 安全才是重要的發展 好那這個時候大家再看說 很多包括剛剛我們之前 可能沒有時間講人才 我現在有美國籍的人 或美國綠卡的人 過去在這個中國的 這半導體廠當高管的人 現在都辭職 為什麼 因為現在美國的法規 不讓你有美國籍 或美國綠卡的人 在中國這些科技公司任職 你必須二選一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撤 你看這些人才有多重要 大家還記得 那時候講說老共那個地方 他們要發展 那個包括半導體這些 尤其是高階的 你說那米晶片 這些不是說從臺積電 有人用叛將這些詞 那他們覺得他們不是叛將 他們就是那邊有工作 那你說從這個地方挖了幾個人過去 希望把他整個能夠建構起來 那媒體上面報導 老共的十六個 包括你說上市的所有的 半導體這些公司 裡面有四十幾個是有美籍的 那這些人如果要全部都回去 對老共來講的話 那當然是一大打擊 因為那些人當然重要 可是對老共 我一直在講 以老共來講 他會甘於就這個樣子 臣服嗎 他會覺得說 難道沒有人理 我就真的都不行嗎 那時候不是講說 你有GPS你不給我用 你給我用很爛 沒關係 他就自己搞北斗 他現在真的能夠 老美知道打蛇三寸 要打在哪裡 老共難道不知道這個嗎 他當然知道 所以這已經準備好多年了 問題是說整個的這個高科技的 整個設備產品製造材料 等等這些東西 他其實還是有一段的時間 過去很多人就被問過這個問題 很多的專家被問到說 那中國在多少年之內 多少時間可以追上 那很多當時的想法 就是說如果有美國或西方世界的協助 可能三五年有機會追上 如果沒有把你基本上 一大部分的會把你斷掉 那可能要十年 如果把你斷得乾乾淨淨 那你永遠都追不上 所以這樣的說法 幾年前就已經提出來了 那當初當然有人認為說 這個美中科技戰 只是川普時代的 或者說只是打打談談而已 不會真的認真的 這麼徹底執行 現在大家看清楚了 這個執行不但是徹底 現在是不管是技術 製程設備產品 周邊的商品 還包括人 為什麼 因為人的腦袋裡面 代表的東西是技術 是智慧財產權 這個管理技術 製程技術 各種各樣的IP 其實是在人嘛 所以把人撤走 這件事情 你就可以看出來 這件事情 中國當然知道 可是中國當然是希望自給自足 對不對 自己建立自己的生產線 供應鏈 這個能夠埋過造反 但是如果西方世界以美國 把你斷得乾乾淨淨的話 那這種徹底的脫鉤解戀 坦白講中國要追上去 還有很長很難的路要走 我們如果直接來講說 這次從俄戶戰爭 一路到現在 今天媒體上有一篇報導說 老美做兵推 那從這次的俄戶戰爭以後 他們兵推完以後 才突然發現了一件事情 如果兩岸之間真的發生了戰爭 大家都不希望 但是如果真的發生戰爭 他們發現 因為老美這次大量供應武器 給烏克蘭 結果他們才發現 老美現在所有的庫存 那兩岸如果發生戰爭 他所有的庫存 如果拿來臺灣用 一個禮拜打光 飛彈所有年 打光 一個禮拜打光 怎麼可能 這個戰爭怎麼可能 一個禮拜你打光 你後續呢 大家都知道 所以那時候有很多一些說法 包括講說 要不要把臺灣先變成 一個武器的儲存儲存庫 然後那時候平常就要準備很多 如果照他那個兵推 說一個禮拜這些武器打光 那我們後面武器要哪裡來 那包括這次 為什麼講說 美國晶片戰這麼重要 當你看各位 你能想像 如果今天好 他講說俄羅斯向伊朗 購買新型的無人機 見證者一三六 更致命 俄羅斯向伊朗買無人機 你能想像 就像有一天跟你講 美國跑去找一個什麼國家 買無人機 為什麼 因為他的無人機不夠了 沒得用 你能想像有這個狀況 大家都說俄羅斯 就是因為二零一四年 克爾米亞被直接砍斷 制裁以後 現在變成這樣 所以老共會變成這樣嗎 我們真的會面臨 如果兵推 像這種狀況 打一個禮拜 大家會沒有飛彈嗎 這裡面 你看到伊朗跟以色列 俄羅斯買了伊朗的無人機 以色列就直接 以色列部長直接說 是我軍援烏克蘭的時候了 這樣怎麼搞的 現在已經變成 全世界大家全部搞進去 好 俄羅斯戰爭裡面的很多事情 包括剛剛講的這個跟俄國 伊朗買無人機 那或者是以色列要開始支援烏克蘭 這些東西都可以給我們作為未來 可能戰爭想定的這些重要的這個借鏡 重要的參考 那剛剛五哥講這個兵推的事情 我記得這機會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說所謂的兵推是指說 在所有設定的這些想定的最壞的狀況之下 可能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作為我們我方 在未來這些想定 如果發生的時候 要怎麼補強 所以兵推不是對於未來的可能結果的預測 而是藉由這個WARGAMES 來發生 發想說 哪些地方是我們必須要補強 這個補強 包括政策的推動 包括預算 包括內部和外部力量的支持 這個才是兵推真正的意義 但每次兵推有不同的想定 有不同的結果 所以我們當作參考 當作補強 那這個事情 當然美國不是沒有準備 這個中國二十大之前開了國家 這個二十大之前開了國家戰略報告 剛剛發表 國務卿這個布林肯公開場合 在昨天的時候就講 他說中國是影響最大 最具挑戰 跟最關鍵的戰略競爭對手 這個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他說現在是中國在改變現狀 現在中國加速了統一的進程 那這個看法就用我的話來講 就是這就是一個所謂沒有時間表的時間表 也就是說他不敢在任何官方文件或公開說法 他不會告訴你什麼二零二七 二零三二還是什麼時候 但是顯然他的進程是有急迫性的 那曾經有人說過說不能永遠拖下去 要在習近平任內解決 但你不知道他當多久 可能永遠當下去 可能當五年 可能當十年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要阻卻這個事情發生 所有的事情 我們要讓這個每一天 讓這個事情不會發生 那只有怎麼辦 只有把我們準備好 還有跟理念相同的國家 做相同的事情 能夠互相得到全世界的能量和支持 我們才能夠把中國 隨時想要武力犯財 這個事情能夠拖到永遠的拖下去 這個才是我們最大的 不過現在看 剛剛主持人提到那個四通橋 那個被稱為新坦克人 六四有一個坦克人 然後那個橋上掛 掛橫幅布林 那個被稱為新坦克人 那新坦克人下場 我們現在不知道 他被警察抓走 可是呢 隨著二十大開幕以後 真的呼應新坦克人的這些勇士 一個個出來 我們來看這裡的畫面 這都是那個網友po出來的 在西安 在這裡是那個西安 那個公共自行車的 那個共享的那個租借站 他這裡面就貼了一個布條 這布條就是說 倒站下車引救時 就是說習近平倒站 你要下車 這是西安 然後另外在那個上海 這個牆上有這個 這什麼呢 這就是那個四通橋上 那個彭在州 他所po的那個所謂的對聯 就是說比如說他在上面寫說 不要核酸藥吃飯啊 不要豐空藥之有這些 所以你看大家都複製 他的這個就是把他的對聯 帶各個牆貼出來 然後還有習近平的這個海報 要他下來Good bye 然後這裡面最最刺激的 或是最激烈是這一個 這個是在中央北京中央的電影 電影資料館裡面的廁所 他這裡面給他噴漆 反獨裁反核酸 這等於已經在你知道 現在是二十大 北京是最緊密 嚴控的階段 他竟然在北京的廁所 公共廁所裡面給他大噴漆 所以就表示說 這裡面有一股強大的氛圍 就是說大家現在用 游擊站的方式要呼應 那一位彭在州 就是那一位親坦克人 那這裡面呢 除了中國內部二十大內部的 這些紛紛擾擾以外 你知道中國二十大也影響到在英國 連英國都出事了 這裡二十大開幕那天 在英國的這些港人 有個公民團體 他們就到了那個英國曼徹斯特的 那個領事館去抗議 舉牌抗議 那舉牌抗議其實在國外 這很常見 那中國的這個助領總領事呢 他就去跟那個警方抗議說 他們不可以講這些什麼 類似習近平下臺這些 但英國警方確認說 他們抗議的地方是在公共空間 所以OK 沒有問題 完全有言論自由 結果你知道怎麼樣嗎 英國曼徹斯特館的總領事 叫鄭熙元 就這一位這個戴帽子的 這個戴口罩這位老先生 他就直接出來 從領事館那個圍牆 那個站裡面就出來 他帶了八個人 然後出來幹什麼呢 把這些是抗議的 這些香港朋友拖進去 那個影片 他那個推特的影片是 他直接把兩個人要拖進那個 在他們的領事館裡面 然後最後有一個 就是現在這個畫面 就是有沒有那個戴帽子老先生 就是那個總領事 鄭熙元 然後他指揮他的他的部署 然後要把人抗議的人拖進去 然後這裡面最後有一個人 叫做那個Bob Bob的就後來被拖進去 然後就打 你看他影面裡面 就有沒有 在這邊就開始打 當著英國的警察 在英國的公共場合 把他拉進他們的總領事去打 這讓我想到你知道 以前我們歷史課都有學過一個 叫做孫中山的倫敦猛難記 一八九六年一百二十六年前 有沒有當年的孫中山也是被 那個英國的那個領事給他拉進去 打了一頓 孫中山被關 然後這個是被打 可是有人就講這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鄭熙元 英國的那個外委會的主席 國會外委會的主席 其實有發文 他說這種這種人 如果證實外交官打人的話 應該要就是起訴 而且驅逐出境 那我只能說啦 這個鄭熙元 他真的期待被驅逐出境 因為戰狼外交已經不是用嘴巴了 已經是動手了 所以在二十大 人家在抗議習近平的時候 他用這一招把人拖進來 打這個已經違反國際外交禮儀的 但是他很期待 他回去以後 他就關就可以整個身 OK